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单元 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的问题 那这个单元呢 其实最近两年才能纳入到咱们的考察范围中来 其实你去翻更久之前的历年真题 我们命题老师呢 在这个地方是没有涉及过题目的 但是呢 毕竟20年和21年 我们分别测试了一道小题目 所以说这个单元呢 今年还要请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 有可能呢 它会延续前两年的一个命题的态势 今年呢 仍然在这个地方来命制一个小题目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企业国有资产的产权登记 那它呢 主要是指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一个机构 代表这个政府 对占有呢 国有资产的各类企业的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等状况来进行一个登记 我们呢 去确认这个产权关系的这样一个行为 这个呢 就叫做企业国有资产的一个产权登记 好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 说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向这个企业呢 去颁发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 那这个登记证 既是呢 依法去确认企业产权归属关系的一个法律凭证 同时呢 也是企业的一个资讯证明文件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它的一个范围 好 那在这里边 对于呢 国有企业 国有独资公司 我们呢 设置国有股权的有限责任公司 和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 投资设立的企业 以及呢 其他形式 占有国有资产的企业 我们都应该呢 依照规定 去申请办理 我们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好 那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或者是境外 设立的一些金融类的企业 只要其是收资本中 包括国家资本 和国有法人资本的 那这时候呢 也应该要办理 我们的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那在这里边 我们国家出资企业 我们国家出资企业 但是这里边呢 不包含国有资本 参股公司 也就是国家出资企业本身 以及呢 国家出资企业拥有实际控制权的 境内外各级的企业 及其呢 投资 参股企业 都应该呢 要纳入到我们的产权登记范围里 好 那在这里你再注意一下 对于呢 国家出资企业 所属的这个事业单位 我们呢 也视为其子企业 要进行一个产权登记 好 那这说的是什么意思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儿 有一个国家出资企业 比如说是某一个棉房厂 或者说是一个纺织厂 那这时候棉房厂 或者纺织厂下面 可能呢 就给自己的员工的小孩 去办了一些子弟的小学 中学 或者幼儿园等等 这个呢 其实就是国家出资企业 所属的这种事业单位 那这样的一些小学 中学 这样的一些事业单位 也要视为呢 国家出资企业的子企业 来进行一个产权登记 那在这里 需要大家特别重点盯防的是这个 说我们上述企业 为了交易的目的 持有的下列股权 我们呢 是不进行产权登记的 那这块呢 有两个除外 说不需要进行产权登记 大家稍微呢 注意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为了赚取差价 我从那二级市场上购入的 上市公司的一个股权 也就是说白了 其实我就是为了去炒炒股物 那这时候呢 为了交易的目的 赚一个买卖的加差 那这时候 我们呢 就不进行产权登记了 好 第二个呢 就是为了近期 也就是在一年之内出售 而持有的其他股权 这个可能就不是上市公司的股权了 但是这块呢 我也是为了交易为目的 为了在一年之内 把它进行一个出售 好 那这两类 说白了 你都是为了交易的目的 而持有的 他们呢 是不进行产权登记的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企业国有资产 产权登记的一个内容 那首先呢 先来看 占有产权登记 那在这里边呢 包括我们出资人的名称 住所 出资金额 以及呢 法定代表人 好 第二个就是企业的名称 住所和法定代表人 好 那第三呢 就是企业的资产 负债和它的一个所有者权益 好 那在这里边 你注意一下 我们有没有包括 说我们这个企业的一个收入 企业的一个利润 它的一个现金流量的情况 注意这里边 好像没有提及这些 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就是 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好 那第四呢 就是企业的实收资本 和国有资本 第五呢 是企业的投资情况 第六呢 是个兜底条款 也就是其他事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说 我们变动产权登记 比如说我们企业的名称 发生了一个变动 那这时候呢 必须要做变动产权登记 比如说企业的组织形式 和集次发生了变动 我们企业国有资本额 发生增减变动的 我们企业国有资本的出资人 发生变动 以及呢 其他的一些 我们企业国有资产产权 发生变动的其他情形 这些呢 都是我们的变动产权登记 好 接下来再看 注销产权登记 那这里边呢 如果说企业 解散 被依法撤销 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 或者是呢 我们企业转让全部 国有资产产权 或者改制之后 不再设置国有股权的 那第三呢 就是其他需要注销 国有资产产权的情形 这时候我们要做的 就是注销产权登记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呢 一起来看一道 2020年的多选题 他说呢 下列各项当中 问我们属于企业 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内容的是 好 这里边问的是 属于产权登记的内容 那在这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选项呢 说企业的现金流 那这块呢 其实我们要登记的是 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并不包括我们的收入 利润和现金流 好 再来看RB选项 说出资人的名称和住所 这个确实是需要登记的 C选项 说企业的一个实收资本 这个也是需要登记的 4D选项呢 说企业的投资情况 这个也需要登记 因此呢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BCD 三个选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简单的看一下 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它的一个管理 那首先呢 就是登记机关 我们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的机关 是各级呢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登记机关 好 那当然呢 对于金融类的 这个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和管理的机关 是我们同级的一个财政部门 因为本身呢 对于金融类的一个企业国有资产 本身它的一个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也是我们的财政部门 所以这块 它的这个产权登记 和管理的机关 就是我们的同级财政部门 那这块呢 我们进行一些细化 简单的来看一下 其中呢 我们的财政部 是负责中央金融企业 及其呢 子公司和投资实体的 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工作 第二个呢 就是现金以上地方财政部门 那这时候呢 咱们负责同级地方政府 出资的金融类企业 及其呢 分支机构 子公司和投资实体的 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工作 好 这里边呢 就涉及到一个 事权的划分 您稍微呢 去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一起来看一道 21年的单选 他说呢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 法律制度规定 我们县级地方 人民政府出资的 金融类企业的 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和管理机关 应该是谁 那这个呢 就应该是我们 同级的一个财政部门 因此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C选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产权登记的一个 年度检查的问题 那在这里 企业呢 是应当于 每年的2月1日 至4月30日 完成了企业产权登记情况的 年度检查工作 并且呢 向产权登记机关 去报送我们企业 产权登记年度汇总表 和年度汇总分析报告 好 那在这里 我们这个年度汇总分析报告 它究竟要包括 哪些方面的内容 大家呢 稍微去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刚好是 四方面的内容 那我们的考试呢 又刚好是 ABCD 四个选项 所以大家呢 稍微去注意一下 那第一个呢 就是企业国有资本金 实际到位和增减变动情况 第二个呢 就是企业国有资本的 一个分布 即结构变化 包括呢 企业对外投资的情况 第三呢 是企业 及其呢 各级子企业 发生的国有资产产权 变动情况 以及呢 办理相应产权 登记手续的情况 那第四呢 就是一个其他事项 好 大家呢 稍微注意一下 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好 那关于呢 我们这个企业国有资产 产权登记管理 就给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三单元 企业国有资产的一个 评估管理 那这个评估管理 相对来说呢 它的一个考情力度 会比我们前边的 这个登记管理 会稍微呢 来得更大一点 那你能够看到 说在每个批次的试卷里边 我们呢 还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 会碰到一道呢 关于评估管理的题目 但是也有可能就没有 这块呢 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首先呢 来和大家明确一下 企业国有资产 去评估的一个范围 好 那在这块呢 我还是通过一个 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小例子 帮助大家呢 更好的去理解一下 说为什么我们 在国资管理这块 特别重视这个资产评估的问题 那其实呢 这个资产评估的问题 主要呢 还是为了去防止 国有资产的一个流失 那所以说呢 一旦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它其实往往会涉及到的 就是一些 非货币资产的一些事情 它可能才会有流失的可能性 因为如果你要是货币资产 那这个货币资产本身 它就是用货币来进行计量的 这个呢 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 所以说呢 往往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可能性的 往往就是一些 非货币的一些资产 那这个呢 才有可能造成 国有资产的一个流失 所以说这时候呢 我们必须把它进行一个评估管理 我举个现实生活中的小例子 帮助你来更好的理解 比如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首先有一个这个国资委 那这国资委下面呢 可能就会有一个 地方政府的一个城投公司 好 那这个城投公司下面 可能呢 又出资设立了一个 比如说房地产开发公司 好 那这个地产公司 其实呢 它是具有一个国资背景的 那在这里边可能就有问题了 说这个地产公司 你给它弄起来 它可能呢 都是一些国有企业的人员 所以说呢 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的市场化 但是它手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它有啥呢 它有地 也就是它会有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 所以说在实物操作过程中 往往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它其实往往不会自己一线的 去从事一个开发 它往往会找一个市场化的 民营类的地产公司来进行合作 我们呢 就针对某一个项目 成立一个项目公司 那这时候呢 我国资背景的这个地产公司 以我自己所拥有的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 来进行一个非货币财产的实物出资 好呢 另外呢 就是这种民营的这个地产公司 我呢 是以货币的形式来进行出资 双方合伙成立了一个项目公司 由这个项目公司 具体来操盘这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 好 然后呢 这个项目盖好了之后 就可以呢 面向广大的这个消费者 进行一个上市和销售了 这个呢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比较常见的一种操盘模式 但是在这个里面 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呢 我们这个国资这块 它掏出来的这个土地 就是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 究竟值多少钱 因为大家知道说 土地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我们今时今日 中国的这个房价 其实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土地的 这个价格炒上去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关于这个国资 我掏出来的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 究竟值多少钱 那这个稍微抖上一抖 这个数字就不得了 那这个时候 究竟我这个土地评估值多少钱 就会影响着 我们在这个项目公司里 究竟股权占比有多少 这个呢 其实就会影响 说国有资产的一个 保值增值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对这种非货币财产 进行一个出资的时候 那你说我要不要 对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 进行一个评估 那我肯定是要评估的 因为如果你不去评估 对这种非货币财产 那究竟值多少钱 你说了一个数 有可能就会造成 国有资产的流失吧 所以说这里边 首先第一我们必须要对这种 非货币财产 如果说进行相关的交易形式 我必须要对你进行评估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层次的问题 就是肯定要评估 也就是评估的范围的问题 第二点大家来想 说我去做评估的时候 按照我们中国现在的实际 其实呢就是 谁是委托人 那这时候 谁就会对评估的结果 有一个特别大的影响 所以说这块呢 谁去做这个委托 我这个评估机构如何产生 这里边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 程序性的一些事项 这个是不是也要对他进行一个监管 否则就容易和我们的这个什么呀 评估机构进行一个什么呀 恶意的串通 所以说在程序上 也要对他进行把控 好那最后 其实我们最盯住的是什么 我要解决的问题 我要防范的 是国有资产的一个流失 所以说在最后最后 我要看什么 我要看你评估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正在这里边呢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评估结果的一个运用 好那这个评估结果 我如何来对他进行盯防呢 非常的简单 那在这里边 其实呢 你就把这评估的结果 拿到我们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比如说我们的国资委 或者是财政部门去看一看 你只要能够看到这个结果 确实是不是特别离谱 那这时候是不是就很好的 去控制了这国有资产的一个流失的可能性 所以说在这里边呢 我们关于这个资产评估这块 我们主要要和大家探讨的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你的这个评估范围的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可能一些程序性的事项 最后呢 就是关于这个评估出来的结果 我们这个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我必须要严格的对他来进行监管 你从这几个角度入手 那这时候我就很好的去杜绝和避免了 国有资产的流失 好这块呢 你首先能够搭建一个宏观的印象 我们接下来再去学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好理解了 那咱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的一个范围 那你想一下 说如果是货币财产进行相关交易 我需需要评估 我不需要评估 因为货币 比如说一千万 那就是一千万 这个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所以说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纳入评估范围的 往往就是一些非货币资产 如果说进行了相关的交易 那这时候我就要对你进行评估了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说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我们就应当要对相关的资产来进行评估了 好那有哪些呢 其实你拉高来看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个非货币的一个交易形式 比如说整体或者是部分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 或者是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呢以非货币财产对外进行投资 第三个呢就是合并分利解散 以及破产 第四个呢就是非上市的公司 国有股东的一个股权比例变动 好那第五呢就是产权的一个转让 第六呢就是资产的一个转让和置换 第七呢就是整体资产或者是部分资产 我们呢租赁给这个非国有单位 第八就是呢以非货币资产来偿还债务 第九呢就是资产有一些呢涉及到诉讼的情形 第十呢是收购非国有单位的资产 第十一呢是接受非国有单位以非货币资产来进行出资 第十二是接受呢非国有单位以非货币资产 来进行抵债 最后呢就是一个其他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事项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一个范围 好如果说咱们的主体很特殊 咱们是一个金融企业 那这个金融企业的话除了上述情形之外 如果说咱们还有资产拍卖 我们的债权转股权 我们的债务重组 或者说呢接受非货币性资产抵押质押 以及呢处置不良资产等情形 那这时候呢也要委托相应的资产评估机构 来进行一个资产评估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应当要进行评估的一个范围 好那接下来再看 说企业呢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我们呢也可以不对相关的公共资产来进行评估 那这时候呢其实你很容易想到 在考试的时候密提老师非常喜欢呢 把这个应该要评估的和何以不评估的情形 给它混淆起来 要求我们考生呢进行一个具体的编析 那在这时候从我们做题的角度来讲 你去记忆这个可以不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的情形 相对来说呢会比较好记忆一些 因为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可以不对相关国有资产进行评估的情形 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少的 你的记忆的负担呢没有这么重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可以不评估的情形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经过各级人民政府 或者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批准 对这个企业整体或者部分的资产 我实施的是无常划转 你说我评估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防止国有资产的一个流失 为了这个杜绝国有资产的一个跑冒低落 那结果现在我是经过我们上级这个机关的一个批准 有可能是各级人民政府 有可能呢是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我是经过批准之后进行了一个无常划转 那你想到无常划转了 那这时候我在评估其实呢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说这里边如果涉及到经过批准的一个无常划转 我们呢就可以不进行评估了 好那接下来第二种情形 他说的是国有独资企业以及呢下属独资企业 或者是事业单位之间 或者呢是咱们下属的独资企业事业单位之间 如果说呢有一些合并资产的一个置换 或者是产权的置换 或者是无常划转 好那这说白了是什么 这说白了就是我们母子之间 也就是我们国有独资企业和下属企业或者事业单位之间 或者咱们干脆呢就是兄弟之间 也就是某一个国有独资企业下边不同的下属独资企业之间 也就是母子之间或者是兄弟之间 我们有一些合并资产置换和无常划转 这个你说白了 大家其实都是国有 那你也是国有 我也是国有 我们大家都是在国有的这口锅里 它就不会涉及到说国有资产的一个流失问题 那因此呢我们也可以不对相关的国有资产来进行评估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金融企业 那这个金融企业 如果说呢我们发生多次同类型的经济行为的时候 如果说呢同一个资产在评估报告使用有效期之内 并且呢我们的资产和市场状况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那这时候呢你也不需要反复的来进行评估 这个呢是第一种情形 就是你在评估报告使用有效期之内 而且呢你的使用条件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直接使用之前的这个评估报告了 所以本次我就不需要评估 另外一个呢就是上市公司可流通的一个股权转让 那对于这个上市公司可流通的一个股权说白了 你打开股票交易的APP软件 你就能够看到它二级市场上的一个交易价格 那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不去进行评估 所以说金融企业我们的不评估的情形 额外的多了两种 这块呢希望大家能够重点的去记忆一下 好那我们整个这个第三单元 其实呢最重要的一个考点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关于这个国有资产是不是需要进行评估 它究竟属于应当评估的范围 还是呢可以不去评估的范围 这个就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考点 希望大家呢能够重中之重的来进行盯访 好那我们一起呢来看几个例年真题 首先呢先来看一道18年的单选 它说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律制度的规定 国家出资企业及其呢各级子企业 发生特定行为的时候 应该呢对相关的资产进行评估 那在下列各项中属于呢此类特定行为的是 那这块让我们选的是应该要进行评估的一个行为 好那在这里我们逐一来判断一下 A选项呢说经各级人民政府 或者其履行出资职责的机构批准 对企业的整体实施的是无偿划转 好我都是经批准的无偿划转 这块呢其实是属于可以不去评估的情形 好那接下来再看二B选项 说国家出资企业整体或者是部分的改制为 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是股份有限公司 好那在这个里边呢其实就属于我们谈到的 应该要去进行评估的情形了 好接下来再看C选项 经各级人民政府或者呢其履行出资职责的机构批准 对企业的部分来实施无偿划转 又是一个经批准来实施无偿划转 这个肯定是可以不去评估的情形 好接下来再看四D选项 说国有独资企业与其呢下属独资企业之间 进行资产置换 好那大家都是国有又是母子公司之间 所以说这时候呢我是可以不去评估的 那因此呢我们这道题让咱们选应当要进行评估的 正确答案应该是二B选项 好接下来呢再看18年的多选 说根据呢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制度规定 国家出资企业及其呢各级子企业 发生特定行为的时候 应当对相关的资产进行评估 那这时候下列各项中属于此种行为的有 A选项合并分立破产解散 这个是属于应当评估的情形 而B选项说的是产权转让 这个也是属于应当要进行评估的情形 C选项说资产的转让和置换 这个呢也是属于应当要评估的情形 好那再来看四D选项 说以货币资产对外投资 好如果我是以货币资产进行投资 比如说一百万我出资一百万 那就是拿一百万的人民币 这时候有没有评估的必要 你注意没有评估的必要 那这块只有是以非货币资产去对外投资 我才需要进行评估 如果是货币资产 这个本身它就可以是用货币来进行计量的 所以不需要去做评估 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ABC三个选项 好接下来呢再看21年的多选 说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律制度规定 国家出资企业及其各级资企业下列行为中 必须要对相关的国有资产进行评估的有 好那这块考察的又是必须要进行评估的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来看一下A选项 说非上市国有股东的一个股权比例变动 这个呢属于应当要去评估的情形 好RB选项说整体资产或者部分资产租赁给非国有单位 这个也是属于应当要进行评估的情形 好C选项说国有独资企业与其呢下属独资企业之间的合并 好那在这里边如果大家是国有和国有之间 我进行合并 那这个呢是属于可以不去评估的情形 好4D选项说资产的转让和置换 这个呢是必须要进行评估的 因此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ABD三个选项 好接下来再看16年的单选 说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律制度的规定 我们金融企业 那在做题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审题 我们这道题呢说的是金融企业 说金融企业发生下列情形时 我们呢对相关资产应当要进行资产评估的事 好我们逐一呢来看一下 A选项呢他说整体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好这个呢确实是属于应当进行评估的情形 再来看RB选项 说现金人民政府批准其所属的企业 去实施无偿划转 好那经过批准又是一个无偿划转 这块呢是属于可以不评估的情形 好接下来再看C选项 说国有独资企业呢 与其下属的独资企业之间进行一个合并 那这个呢也是属于我们可以不去评估的情形 好4D选项 说上市公司呢可流通的一个股权进行转让 那对于这个金融类的企业而言 如果涉及到的是上市公司可流通的股权转让 我们呢也是可以不去做这个资产评估的 那因此呢符合提干要求 说相关资产应当进行评估的 正确答案呢应该是A选项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呢这个资产评估 它的一个组织管理的问题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我们各级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这时候呢我们负责其所出资企业的国有资产评估的一个监管工作 另外呢就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负责呢对全国我们这个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管工作 来进行指导和监督 好那接下来呢再看 说我们各级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及其呢所出资的企业 我们应该呢要建立我们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制度 完善的资产评估项目的一个答案管理 做好项目的统计分析报告工作 那我们这个省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中央企业 应该于呢每年度中了30个工作日之内 将其呢资产评估项目的情况的统计分析资料 上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这个资产评估机构相关的一个管理 那我们资产评估机构的组织形式 应该呢是合伙制或者是公司制 那如果说资产评估机构 民开展的是国有资产的评估业务 那这时候呢应该按照规定 向省一级的财政部门来进行一个备案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的一个管理 那这块呢它其实更多的谈到的就是 对于这个评估结果的一个把控 好那这个评估结果的把控 它其实呢是实行的核准制和备案制 那这块呢又是两个不同的一个监管模式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那什么叫做核准制呢 其实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审批 就是你把这个评估的结果报上去 那这块呢必须要征得别人的一个同意才可以的 这个就叫做核准 而备案制呢无外乎就是说 我把这个评估的结果来和你说一下 如果说呢你没有表示反对 那这时候我该干嘛就干嘛去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备案 所以说在这里边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说这个核准的话必须要别人有一个主动的一个批准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备案的话呢一般来讲不需要 我仅仅是把这个结果给你知晓一下 当然如果说你有反对意见 你跳出来去反对的话 我也要呢必须及时的遵守 好那在这里就是核准制和备案制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逐一的来看一下 首先呢先来看一下这个核准制 那这个核准制它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如果说要想去做这个资产评估 肯定是会有一个经济行为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经济行为本身 它的一个批准级别是比较高的 这块不是我们履行出身职责的机构 来批准的这个经济行为 比如说你想去对外投资 但是这个对外投资可能这个事项非常的重大 这时候它是由各级人民政府批准的经济行为 好那也就是说你对外投资的这个经济行为本身 是各级人民政府去批准的 好那这个为了去实现 或者说为了去贯彻这个经济行为 那在这里面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资产评估项目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资产评估项目 我们呢就要走这个核准制了 好那这个核准制我前面说过 你一定要报到相关的主体得到别人的批准 那这时候对于这个资产评估项目 这个评估结果是由谁来进行批准呢 还需不需要到各级人民政府那去走一趟 注意不需要 这个时候呢是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来负责核准的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里边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比如说我去做重大的对外投资 对外投资这件事情本身的审批权限 是在各级人民政府这 但是呢因为我要去做投资 可能这里边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非货币财产的一个问题 那在这里边可能我就会涉及到资产评估 那这个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这个资产评估的结果 对于这个结果本身我也要再走一次审批 那这个审批就是我们这谈到的一个核准制 那这时候对这个资产评估的结果是由谁来审批 这块呢就是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通常来讲就是由国资委来进行一个审批了 所以这块它是说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来负责核准 那请大家呢特别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另外呢他还说了一个非常大的事 说如果是国务院批准的重大经济事项 如果说呢是你想这个事情本身已经很大 已经惊动到国务院了 说国务院来进行批准的 这种重大经济事项 如果说呢你同时涉及到了中央和地方的资产评估项目 那这时候呢可以由最大的这个国有股的最大的股东 依照自己的产权关系 逐集呢报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来进行核准 那这块其实还是一样的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是国务院去批的这个经济行为 那这个经济行为里面所涉及到的资产评估项目 由谁来核准 就是他同级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那就应该是国务院国资委来进行核准 所以这块呢和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个总原则是一样的 他这块呢只是进行了一个西化的规定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 说金融企业如果说呢有下列经济行为 涉及到资产评估的 那这时候呢资产评估项目也是实行核准制 那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就是经批准进行了改组改制 你在境内或者境外上市 以非货币性资产与外商的合资经营 或者是合作经营的这种经济行为 好第二个呢就是经现金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 其他涉及到国有资产产权变动的经济行为 好那在这里边呢也是要对这个评估结果实行一个核准制 那在这里如果是中央金融企业 我们的资产评估项目应该呢是由财政部来进行核准 因为对于金融企业而言是财政部门作为履行出资人指责的机构 好如果说咱们是地方金融企业 那这块呢就是本级的一个财政部门来进行核准 那这块核准的主体大家呢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说具体的一个核准程序 那在这里呢我们企业收到这个资产评估机构 出具的一个评估报告之后 逐级的上报初审 经过初审同意之后 我们呢是自评估基准日起的八个月内 向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提出呢核准的申请 那这时候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收到我们核准的申请以后 对于呢符合核准要求的 我们就及时的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审核 在20个工作日之内 完成呢对于评估报告的核准 当然说呢对于不符合核准要求的 我肯定呢就予以退回了 所以说这里边能够看到 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我们主要盯住的就是这个资产评估的这个结果 我要对这个评估报告来进行一个审批 那在这里边我们用到的叫做核准这个措辞 那这块呢一个是什么时间之内去提出申请 那这时候呢既然咱们是核准 所以说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收到这个申请之后 我要呢组织专家进行审核 在20个工作日之内 完成呢对于对他的一个核准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道单选题 他说呢根据企业 国有资产法律制度的规定 我们的国有金融企业进行批准 进行改组改制 涉及到资产评估 那这时候呢资产评估报告 应该呢要经特定的部门进行核准 那这个部门应该是谁 那这个部门呢应该就是我们的财政部门 那请大家呢注意一下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备案制 那这个备案制呢之前也和大家谈到过了 所谓备案制呢就是说 我们可能呢把这个资产评估的一个报告 这时候呢去备案给相关的主体 那这个相关的主体 只要是没有及时的跳出来反对 那这时候呢相关的工作 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去推进了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备案制 好那在这里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备案制 那在这里边呢他谈到的是说 如果呢是经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或者是国务院授权的一个部门 批准的经济行为 那在这里边你看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就是国务院国资委 或者是国务院授权的一个部门 比如说财政部 那也就是说这时候它其实是由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这个机构本身 批准的这个经济行为 也就比如说这时候 你再去做对外投资 但是这块呢可能不是特别的重大 所以说这时候呢 仅仅是我们上边的这个国资委 或者是呢我们的财政部 来对你进行了一个批准 也就这个经济行为本身 它其实不是同级的人民政府 而仅仅是我们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来进行了一个审批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些事项本身 如果涉及到一些资产评估项目的话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实行的是备案制 那当然这个备案的主体 其实呢就是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也就是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或者是国务院授权的部门 来进行备案 所以说在这里你发现没有 如果说是各级人民政府 我批准的一些经济项目 其中涉及到一些资产评估 那这时候呢它实行的就是核准制 好那如果是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我所批准的一些经济行为 这其中涉及到的一些资产评估 我呢走的就是备案制 好那这块呢大家去注意一下 好另外就是经了我们中央企业 及其呢各级子企业 我们呢去批准经济行为的事项 如果说涉及到一些资产评估项目 那这时候呢由中央企业来负责备案 那其实说白了 就这个经济行为本身 你是要看它是由谁来审批的 如果说本身就是这个央企自己 来批准的这个经济行为 那这时候呢就由这个央企自己 来负责这个备案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 说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经济行为 如果涉及到的资产评估项目 其中呢包括说采用协议方式 去转让企业国有产权事项 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 以及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权设置事项 涉及的一个资产评估项目 这时候呢都必须由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来负责备案 那这块呢其实仍然是说 既然这个经济行为本身 是国务院国资委来批准的 因此呢这个涉及到的资产评估项目 将来呢就是由国务院国资委 来负责进行备案 好另外再注意一点 就是经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我们进行呢主辅分离 辅业呢去改制的一些项目 我们呢按照限额去呢专项委托 中央企业办理了相关的 资产评估项目的一个备案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资产评估项目备案 它的一个程序 那在这里边呢 首先仍然是出具一个评估报告 那出具了评估报告之后 将备案材料呢逐级 包送给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或者是所出资的一个企业 那这时候呢 自评估基准日期9个月内 我们呢去提出一个备案申请 这个呢和我们那个核准不太一样 核准那块强调的是8个月 那这块呢我们的这个备案 是自呢评估基准日期的9个月内 提出申请 好那在这里边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或者是所出资的一个企业 收到备案材料之后 对于这个材料齐全的 我们呢是在20个工作日之内 去办理相应的一个备案手续 必要的时候呢 也可以组织有关的专家 来参与备案评审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说 整个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的一个程序 那其实呢从考试的角度来看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呢 有哪些需要进行一个评估 哪些呢可以不去评估 那第二比较重要的 就是这个核准和备案的问题 好那这个评估的一个程序性的一个事项 你简单的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在这块位置上呢 属于我们历年真题命题的一个空白点 还并没有怎么涉及到过 所以大家呢稍微有一个印象就可以了 好我们一起来看 说业务的委托人 我们呢依法去选择资产评估项目 应该呢与资产评估机构 订立委托合同 来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那在这里边委托人呢 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 向评估机构支付费用 不得索要收受 或者是变相索要和收受回扣 那委托人呢 应该对自己所提供的全属证明 财务会计信息 和其他资料的真实性 完整性和合法性要负责 那对于受理的这个评估业务 我们评估机构呢 应该至少指定 至少两名评估专业的人员 来进行承办 那评估专业人员应该呢 根据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 对评估对象进行现场调查 收集呢 全属证明 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料 并且呢 进行核查验证 分析整理 作为呢 评估的依据 那我们的评估专业人员 应该呢 要采用恰当的评估方法 那并且呢 除了根据这个评估的一个职业准则 你只能选择一种评估方法以外 原则上呢 我们都应该选择两种以上的评估方法 经过呢 综合的分析 形成一个评估的结论 来编制我们的评估报告 那我们的评估机构呢 应该对评估报告 进行自己内部的一个审核 好呢 这块呢 你稍微注意一下 至少两种以上的评估方法 至少两名呢 评估专业的人员来进行承办 好呢 接下来 我们的评估报告应该呢 至少有两名承办 该向业务的评估人员来进行签名 并且加盖评估机构的一个印章 好 那这块究竟是谁签名 谁盖章 稍微呢 注意一下 是具体的一个评估专业的人员 就是承办的这个具体的人 进行一个签名 然后呢 加盖的是评估机构 也就是你所在单位的一个印章 那这时候评估机构 及其呢 评估专业人员 要对自己所出具的评估报告 依法呢 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我们的委托人 不得呢 串通 唆使我们评估机构 或者是评估专业人员 出具呢 虚假的评估报告 那如果说 委托人对于评估报告 有意义的话 我们呢 可以要求评估机构 来进行相应的解释 好呢 我们的评估档案的保存期限 注意一下 是不少于30年 好 另外呢 就是委托人 或者是评估报告使用人 应该呢 按照法律规定 和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 来使用我们的评估报告 那如果说是委托人 或者是使用人 违反的规定 使用评估报告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评估机构 和评估专业人员 我们是不需要去承担 相应的一个责任的 好 那我们讲解到这里 关于呢 国资管理这块 关于资产评估的内容 就给大家呢 介绍完毕了 那按照了 我前面所讲的 我们评估这一块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考点 其实呢 还是关于说 究竟是不是应该 要去做这个评估 哪些事情是应当 要去进行评估 哪些呢 是可以不去评估的 这个呢 才是我们这个单元 最重要的一个考点 好 那除了这块之后 大家呢 再稍微去注意一下 我们的这个核准制 和备案制的问题 因为这个呢 我们在过去 确实也出过 一些零零碎碎的 出过一到两个呢 零年真题 你稍微呢 简单的去注意一下 对于其他的考点 大家呢 简单的做一个了解 就可以了 好 那关于第二单元 和第三单元 我们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